12月19日將會是香港選舉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當日會是2021年立法會的選舉 而今次的選舉也是在我們完善選舉的制度之後的第一次選舉 全港市民將會選出90位符合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議員 其實正如李家超司長所說的 選民今次所選會是真心服務市民真正建設社會 拒絕搞破壞不做外國代理人的議員 所以今次對香港來說應該可以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 所以大家在記緊去投票 今次將會是非常具有歷史性的選舉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社會上也有為了今次的選舉 而作出的一些輔助的措施 例如是免費坐車 在當日港鐵、專型巴士和電車等等 多種的交通工具將會為市民提供免費的乘車優惠 尤其是港鐵大家到時千萬不要拍卡入閘 因為是不需要的 不要無端拍卡入閘 港鐵會提供多些人手去幫助市民 看看市民入閘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會增加列車的班次 不過因為個別時段的乘客量或者會比較多 所以後車時間可能會稍為長 大家記得早點出門口 如果不是很敢肯定自己 有沒有今次投票的資格 其實資料可以在線上找的 選民資料大家可以登入這個網址 在線上查閱自己的選民資格 以及登記哪一個票站 而到時的票站 大家也可以在出門口之前 先查一查看票站的輪候時間 它的人籠到底長還是短 大家在記緊 到時先檢查 就可以避免幫大家截散了很多等候的時間 今屆的選舉 我們知道選區是重新劃過 大家要留意清楚自己去哪裏投票 以及到底是哪個選區 看清楚候選人的資料 因為選民的責任除了是投票之外 其實也有責任去了解每一個候選人 到底他們的發展 對香港發展的藍圖到底是怎麼樣 這次有154位候選人報名參選 其中153人已經確認了參選資格 只不過有其中一位 就是因為公職人員的關係 而喪失了資格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 在2019的暴亂之後 其實香港社會 仍然是有一群人在暗地裏 在香港製造的一些暗湧 其實這次也不例外 因為我們看到在街上出現了一些 不明耐力 沒有人肯認的橫額 其實裏面有一些 是跟之前的暴亂 可能是有些關係的圖案或者文字的 所以大家這方面都看得很小心 還有如果有些候選人 還在借這些黑暴的伎倆 希望增加自己在某一堆人中的選票 大家真的很小心看清楚這些人的真面目 其實小弟也都在線上有朋友 有跟小弟說過一件事的 其實小弟雖然很遺憾 我沒有辦法去證實這件事的真偽 但是也都很希望在這裡提醒大家 因為這件事對大家投票的時候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根據小弟的朋友提供的資料 就是說他有一個朋友的女兒 和他的大學同學吃飯的時候 其實年輕人有時候的立場 大家知道2019年之後 香港仍有一幫人的立場 仍然是反政府的 反社會的 所以這些人也都可能 滲透在各階層裏面 雖然人數未必多 但是這些人可能仍然繼續存在 其中有一些可能在政府裏面做工作 也都有些可能會在投票站裏面 其實有些這樣的人 小弟的朋友的女兒 就和他的大學同學聚會的時候 有部分是這一類人 他們都說會積極去破壞這次的投票 其實不管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但是我們投票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留意清楚 我們將選票到底有沒有問題 如果選票上面是有淘污 有殘缺 又或者是 直接將選票有損壞 來崩了一個 撕爛了少許 其實這些都可能會令到 將選票成為廢票 所以大家在投票的時候 第一件事 一定要查清楚自己拿到手的選票 到底是不是完整 和是不是乾乾淨淨 其實小弟收到的消息 就是有人會借這件事 提高的廢票率 令到這次的選舉 是蒙上污點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地看清楚 如果是看到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一定是要走到票站職員那裡 換過一張乾淨完整的選票 還有如果大家遭遇到什麼問題的話 僅僅向票站經理那裡去投訴 這件事千萬大家不要妥協 一定要查清楚自己的選票 其實小弟也準備好了一份表格 可以給大家去填 這個如果大家到期時 星期十九號的時間 如果是去投票的時候 發現自己將選票有問題的話 請大家就 進去這個網址 填了一些資料 留給小弟 其實很簡單 我們最重要是有選區 票站 這些其他資料 就是小弟到期時 如果是真的看到 投訴的人數是多的話 小弟會幫大家 把這些資料轉過去選舉事務署 投訴的 因為小弟就在想 如果是有些 票站是混入了一些 立場不好的一些 臨時職員的話 其實可能某些票站 那個廢票率會特別高 所以小弟就希望可以借助 如果大家有遭遇過這些情況 或者身邊有朋友遭遇過這些情況 提供一些資料給小弟 如果小弟集中了之後 如果有哪個地區的 哪個地區的票站 那個廢票率是特別不尋常地高的話 小弟會幫大家 向選舉事務署跟進 但是資料就需要大家填給小弟 大家只要填一些基本的資料 你的選區 票站的名字 身份證的頭幾個 英文字和數字 還有你的姓氏 還有選票遇到的問題 還有你是大概什麼時間去投票的 然後小弟集合了這些資料 如果有些廢票情況 是比較多的話 小弟會把這些資料整理了之後 就會交給選舉事務署 小弟會幫大家要求他們去跟進的 如果有些立場不好的人 混入了進去的話 小弟希望可以把這些人抽到出來 也可以避免他們將來 會在其它位置裏面 繼續擾亂香港社會 這裏就有賴大家幫手了 大家記緊12月19號 一定要去投票 然後為香港奠定未來幾年的發展 還有未來幾年的穩定和發展 這個有賴所有香港的市民一起配合的 好 這就是這次分享到這裏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希望大家也可以幫忙 把這段影片點讚留言 和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尤其是那個表格 希望也可以分享給大家的朋友 如果大家的朋友是遭遇到同樣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把資料提供給小弟跟進的 好 我們下一個話題再談過